大家好,我们养君子兰肯定是想把君子兰养出一个大座鸡 那么这样它的观察价值才会更高 但是如何把君子养养出大座鸡呢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养护经验 首先第一个就是栽种的问题 那么我们想要养出大座鸡就不能够栽得太深 栽得太深的话不利于它这个座鸡的呼吸和长出 而且还容易在浇水的时候把这个座鸡给浇腐烂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浅栽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控制好光照 怎么控制光照呢 光照不能够太强也不能太弱 光照太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它长湿了就会比较差 也就长不出这个粗的座鸡 但是光照太强了容易灼伤叶片 所以我们给它适当的这个闪色光照 就能够满足它的需求 而且呢座鸡能够养的比较大 那么第三个就是用肥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养出大座鸡呢 就一定要给它补肥促进它的生长 那么促进它生长的话呢 我们最好就是呢 用一些发酵服属好的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呢 不容易烧根 而且呢营养元素比较丰富 那么我们使用有机肥的话呢 可以用这种发酵服属好的羊分 或者是用这种啊 君子兰专运的有机营养液也是可以的 那么想要养出大座鸡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啊 在它开环花之后呢 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花剑给拔掉 要不然的话呢 花剑留着会消耗养分 也会影响它座鸡的形成 花剑拔掉之后呢 再给它补足肥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有效促进它座鸡的一个壮大 那么我们在养君子兰的过程中呢 牢记这四点 那么你的这个君子兰呢 想要养出大座鸡 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